亲孙把刀砍伤两截 刀刃不见了剩下刀柄 砍伤的是阿嬷 她身体虚弱 头部包扎被推上救护车送医 到达医院时血压偏低 意识模糊 意识发现她头部脸部多处撕裂伤 还有胸部传刺伤 伸及肺部 脸部的伤口很多处 然后左边的胸部的伤口 有传刺到肺部 疑似刀伤 来了时候有发病危通知了 阿嬷住在彰化河美 外套上还有她的血迹 屋内凌乱不堪 家具东倒西歪 玻璃门也打破了 动手的是孙子 27岁的灵性男子 当场被逮捕 因为腿部被玻璃割伤 戴上手铐借户就医 随后移送侦办 她和同住的叔叔发生口角 叔叔不理她出门去了 阿嬷变成了出气筒 遭受波及 女家人发生口角冲突 然后林显持刀 攻击她的奶奶 亲友透露 孙子上午在家中翻箱倒柜 叔叔制止她发生口角 没想到跟她吵架的人 出门去了 在家中的阿嬷 无端被她砍伤 伯父听到消息赶回老家 对于这个侄子摇头心叹 年轻男子曾迎戏读乐界 三年前返家 跟阿嬷爸爸和叔叔住在一起 他一直没有工作 经常喝酒 家人也大伤脑筋 不过并未对家人动手 没有家暴记录 这一次闯下大货 砍伤的奶奶 连刀都砍断了 打逆不道 伤害直血血清 遵新属罪移送 TBS新闻 陈志忠无输屏 章话报道 请支持 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